都市傳說 港鐵顯靈 大埔澳站萬鬼橋上 1910年10月1日 九港鐵路應斷空車那陣 大埔澳站稱為大埔站 1966年改稱大埔澳車站 車站建築是中國式的 昔日是轉乘街道 往新界東北離島 和西貢北部的重要交匯處 1970年代 隨著馬鳥水站 中文大學落成之後 改成為大學站 和碼頭落成 水路運輸適微 大埔澳站和碼頭都被廢棄了 大埔澳站在1990年代初期拆卸 位置在現在的新界大埔澳港鐵職員宿舍 靠近現在的海旁 車站和前大埔澳水影基地 相隔了一條套路港公路 大埔澳在1902年落成 是新界地區第一條落成的公路 全長近22公里 現在共分為九段 大埔澳南起九龍西部的深水埗 要經新界東主要地區 現在至於大埔澳川 公路太長一陣 當局是用麥來標示位置的 麥即是英里 尖沙咀碼頭就是零麥 距離尖沙咀碼頭多少英里就是多少麥 青山道、大埔道、青水灣道 都是以麥這種方式來標示位置的 大埔公路松仔園是14米半 有一條叫大口坑的河流 三條大水坑在這裡匯集 正中有一條叫蝦摩下井 左邊是金錢洞 右邊是石寮洞 當局興建大埔道那陣在大口坑建橋連接 這條橋叫大口坑橋 或者叫大水橋 大埔澳橋 14米半的里程碑就算了橋頭 大口坑橋長大約50呎 窄而且彎曲 可以比兩輛小型的車經過 時速只行5米 向來是大埔道交通的高危地區 大口坑橋對下大約30呎 是蜜月潭又叫清水潭 由於經常有人在這裡欺水利弊 所以又叫萬鬼潭 香港政府為了防止大埔道附近山坡 發生山泥傾瀉 1926年在山頭種植馬尾蟲 整個山頭中環十幾里 被稱為松仔園山 松仔園海埔1300呎 右邊是大陰山 大埔道14米半是松仔園山入口 被稱為松仔園 大口坑橋 其實亦改稱為松仔園橋 橋半是新界范德林衣官的住宅 1941年12月8日凌晨 日軍指揮官酒井龍中將 接到向香港發動進攻的特急電報 代號是花開花開 12架日軍軍閘機和326架戰鬥機 空襲啟德機場 陸軍由羅湖進入香港 分多路進攻新界 以土井定七大佐為首的日軍228聯隊 12月9日下午 等下醉酒灣防線城門寧寶PB401 不少新界人由沙田沿著大埔道逃犯內地 由於糧食不夠 在大埔道10米到15米這段路 不少人都餓死路邊 老人家為了一張口糧 留給子女在公路兩河樹林吊頸自殺 大埔道近松仔園絲環遍野 日軍佔領香港的鎮 為控制大埔下火車站 保證軍事和物資可以經由鐵路運輸 在大埔道10米到15米之間設立防線 總指揮部在14米半一棟大樓 日佔期間 不少人在大樓裏面受盡折磨而死 這棟大樓被村民叫晚鬼樓 日軍在松仔園山收足水塘 為附近建造物供水 1945年8月15日日軍戰敗撤出香港 水塘的水壩工程仍未完成 可能會決堤的影響對下的大埔阿康泉 水莫國派工人在松仔園山收足水壩 1945年8月28日 幾十個工人在下游河道建橋 以便運送建築物料一陣 水壩突然缺堤 多人一日山洪步伐 被衝到大埔阿火車站5號橋 在5號橋附近一個湖工作的工人 未免被洪水衝突大海 趴上路軌 剛剛有火車駛來 修制不及 這種慘劇 報知28個人喪心 慘劇發生之後 水壩工程加緊進行 據傳28個死者入夜之後仍然會返回河道建橋 這座闊大約2米的無名小橋 被稱為晚鬼橋 大埔阿火車站5號橋附近一個湖 稱為晚鬼湖 松仔沿山上的水塘 堤壩長大約30呎 高約6呎 闊2呎 水塘採用6吋巨鐵喉 為大埔山區各西人住宅或別墅供水 大埔火車站的水櫃 亦靠這條巨喉供應 松仔沿山水塘每天的鎮 水滅如山骨向下流 經過多個大大細細的水塘 穿牆近10里 穿過大埔阿火車站5號橋流入吐露港 1955年6月10日 報章大字標題報道 港督郭亮雄巡視新界 參觀已有30年歷史的大埔阿籍臨場 農場入口在松仔園 晚鬼橋旁邊 橋下怪石淪横 山水從橋下奔行移出 管如小型瀑布 會乘兩三個小水潭 潭水清澈 有好幾個西人 在水林中游泳 廣東名人效應 令松仔園成為旅遊熱點 灣仔堅離地道聖雅國堂所屬的小童群益會 導師張榮毅 張震聲 女導師李偉岩 助理導師林恆根 群益會女主任李希文 義務導師葉成章7個人 帶領男童32人 女童21人 參加聖基道為期一個星期的下令營 在松仔園前大埔孤兒園責營 聖工會聖基道兒童園 簡稱聖基道 原名是大埔龍化孤兒園 位於大埔道十三米半 即是陸人曬莊現紙 1935年 由聖工會何明華匯督創辦 最初主要是手從當時社會上戰亂的孤兒 其後發展為多元化兒童服務機構 1935年 一些警員 兒童法庭的法官 社會議心人士 招手班交通 成立香港第一個男童會 1936年 香港小同學議會正式成立 由香港聖工會何明華匯督和羅玉和卓士 分任政府主席 當時名為香港貧儀會所 1955年8月28日 那天星期日 有三個組織來到松仔園旅遊 包括 九港鐵路員工俱樂部 華隱書院童軍小隊 九龍鐵路工人子弟學校 葉成章和林恆根帶著四十多個學生 在松仔園橋下萬歸潭游水 橋下面有三個橋墩 他們兩個站在橋的兩邊看著 林恆根站在沙田那邊 葉成章站在大埔那邊 除了學生之外 橋下面還有梁海一家四口 他們已經游完水了 大家穿上山就走了 譚立文和黃麗卿這對未婚夫妻 游完水之後 黃麗卿在溪水洗泳衣 中五十點多 一團巨大黑雲 籠罩大陰衫和蟲仔園衣 山頭上拿大雨超過一鐘頭 黑雲帶著雨 下午一點鐘移到滿鬼橋 十五分鐘之後 雨勢轉大 梁海一家四口 譚立文和黃麗卿 走到橋底避雨 學生也離開水潭 去到橋頂的中央 這個時候 橋頂突然傳來好像雷明的聲音 洪水隨即湧入橋頂 葉成章拖著四個學生向教高山坡爬上去 轉頭再看 橋底的人已經不見了 只見洪水滔滔向下游衝去 在下游晚鬼回溪水的人 見洪水泥澤 紛紛爬上火車橋 被光駛到的火車展過撞到海 火車司機可能未察過撞到人 或者一天見到山紅湧子 避免列車被衝到海 火車沒有停留到駛離現場 情況就在十年之前 預纳供應一樣 警方和港港鐵路公司 事後檢查這輛火車 發現火車底部 教人體殘肢 證實這輛列車 曾經撞過若干人體 原製者農民 中伯 牧島慘劇前往救援 在石灘上面 發現三具全身赤裸屍體 向警方報案 大埔喉水警輪加入搜索 第一晚留起28個人 其中21個人死亡 死者年齡由14歲到20歲 九江鐵路員工俱樂部 十男八女有四人匿蔽 其中的死者李靖兒的姐姐李珍珍 前年在大埔游水人失蹤 至今還未找到屍體 事發那一日是李珍珍死忌 紅暗鐵路工人子弟學校 四個人之中 懂得一個人生華 報章以屍如山跡 慘不引倒為題 配上書體堆疊在屍車上面的圖片 大多數死者 均屬焦頭爛立 全身傷痕 多鳴血肉模糊 8月29日 漁船主人周勝 在5號火車橋橋底 發現一個小檔入面 有兩男一女屍體浮起 通知警方 直到這一日 當中一個找回26具屍體 運到九龍公眾臉房 給親人認靈 聖雅國堂17個學生 和一名教師的屍體 由聖雅國堂出資修臉 8月30日中午誓臉中 在萬國殯儀館大臉 下午1點半出殯去紅磡美別亭 由何明華會督 張炳南牧師 李英彪牧師 舉行基督教入臉儀式後 運去和合石安藏 聖雅國堂學生 借出華為體 在這一日 才撈獲 譚立文和華麗卿這對未婚夫妻 經雙方家長同意 合作跑馬地基督教墳場 慘劑變喪生的27個人 以入土為安 還有兩個人失蹤 生死未預 9月1日下午2點 幾個小朋友在土豪講粥語 在大埔額5號隧道火車鐵橋下 被一個山坑 發現一具屍體藏在石磊內 隨即報警 屍體的辨認之後 證實是第28個死者梁海 身上有被火車撞的痕跡 梁海綽號蚊王 是港九鐵路鷹段管理局撲滅蚊蚊蚊的公目 由衛生局派駐鐵路局 負責滅蚊蚊和清潔渠道 梁海並不是鐵路局員工 沒有加入九崗鐵路員工俱樂部 今次與他同行的妻子和兒女 一家四口在石磊床部裏面 全部離世 9月12日晚九月附近 舉人超渡法事 死者家屬到場自製 哭聲震天 往後清明和從養都有人來自製 這我以為rada能請自製 都希望 hints 本城 Ley 天 在石磊上 如果用了 撤貢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